这个飘在海上的大灯泡是干什么的 实际上进入它的内部是这个样子的 一台体型巨大的X波段相控阵雷达 直径达到37米 据说可以分辨出4000公里以外 一个棒球大小的物体 作为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的一部分 主要用来识别跟踪和评估远程弹道导弹 但其实它是海基的 安装在从挪威莫斯海事公司买回来的 5万吨级半潜式海上钻井平台上的X波段雷达 可以再拖船 或者想要更快一点的话 由半潜式起重船拖着 部署到海面上的任意位置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陆地上 无法移动的X波段雷达 守地球曲率所限 难以发挥其火眼金金的尴尬了 当然想要在环境恶劣的海面上乘风破浪 罗奔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白色的大灯泡罩子的作用了 但它并非是什么坚固的材料 而是由冲了气称起来的 非常薄非常轻的 由凯夫拉制成的柔软织物 既然凯夫拉连子弹都能防 那防点大风大浪 应该没啥问题吧 它2002年开始建造 2005年正式服役 然后在2008年就帮自己人 击落了一枚自己人的卫星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是一枚代号 USA-193的秘密间谍卫星了 它的具体用途一直到今天 都是高度机密 但据说是为了拍摄 高分辨率的微星照片的 但是很不幸 在发射上天不久之后 就与地面控制中心失去了联络 军方高度怀疑 它已经脱离轨道 并可能随时坠毁到地面上了 虽然坠毁的微星本身 造成灾害的风险是很小的 但是其带上天的有毒燃料紧 却几乎半点都没有用掉 至少还剩了1000磅 也就是450公斤 要是它们散落在大气当中 极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的 于是解决方案就是 发射一枚经过改造的标准 三反导导弹 上去把它给拦截下来 此计划成为烧霜行动 先是由海基X波段雷达 对其进行精确的跟踪 然后再将信息抵较给 位于夏威夷附近的 伊利湖号导弹巡舱 后者发射导弹 撞击并摧毁这枚危险的卫星 从结果上看 海基X波段雷达的确给力 所以哪怕运营费用 每年高达1.5亿美元 美国海军也照样乐于买单